用4斤柚子制作一款白兰地 我把过程分享给你们 把8号皮的柚子放进破皮机给它打一下 如果没有破皮机的话可以用手给它抓烂 倒入提前用高度酒消毒好的罐子里 先测一下这个柚子的糖度 检测后糖度为11度 糖度有点低往里加白砂糖 如果不做白兰地直接喝果酒的话就不用加糖了 加糖是为了提高它的酒精度 加糖后显示为24度 加入果酒酵母 搅拌均匀 这个糖度出来的发酵酒大概为15度左右 这是第二天的状态 柚子飘起来了 我们找个干净的器具给它搅匀 前五天每天打开盖子给它搅一下 发酵12天后打开盖子闻一下 有一股酒的味道 这就证明发酵成功了 把发酵好的果酒倒入高压锅 准备开始蒸馏 加入一定量的水 这个状态有点粗啊 加点水稀释一下 连接我自制的冷凝器 注水加满 开始蒸馏 开始出酒了 今天不去酒头了 很多人私信我说 你做的酒怎么都没有甲醇 对我提出了质疑 看看这个果酒不去酒头有没有甲醇 锅里放酒放多了 涌出来一部分 于是我决定采用二次蒸馏的方式进行取酒 这个浑浑度看起来跟果汁一样 接到还有10度的时候我们就不接了 把接触的酒液倒入高压锅 准备进行二次蒸馏 加入适量的清水 出酒了 我们先来测一下它头断酒的酒精度 这次接触的酒液就非常干净了 经过测量 头断酒的酒精度大概为60度左右 接到酒精度为23度的时候 我们停止接酒 最终一共是接触了420毫升的高度酒 根据温度测算下来 酒精度为51度 接触了260毫升的低度酒 酒精度为27度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它的甲醇含量 发酵水果很容易产生甲醇 如果没有检测工具的话 不建议你们尝试 经过检测后 这款柚子白兰蒂中含有甲醇 甲醇含量为每升0.4克左右 0.6克以内都是符合标准的 先倒一杯尝到什么味儿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喝真正的白兰蒂 先喝一口 果香中带着清爽